大家好,我是旅行的乔德 这次我们在德国的旅行 又来到了在这个国家之内拥有最多世界遗产的州 萨克森-安哈尔德州 在这个州之内,我们先是去了奴姆堡的大教堂 又在哈勒看到了星象盘 如果错过前两期的小伙伴 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进行观看 这一次我们来到了这个州之内 第三个登陆世界遗产名录的德少·沃里茨园林王国 德少·沃里茨园林王国在18世纪的时候 将完美的园林艺术和建筑相结合 它也是在欧洲大陆之内第一个使用英伦风格所修建的园林 它的总面积达到了142平方公里 位于穆尔德河和一北河之间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个面积巨大的世界遗产 德少·沃里茨花园王国 坐落在一北河冲击平原上 有八座宫殿和宫园组成 总面积达到了142平方公里 在这一周和下周两期的视频之中 我们从最著名的沃里茨城堡和公园开始 之后前往沃于东部地区的路易斯公园 在奥拉宁堡你会发现 这里的花园里处理着中国的宝塔 而最后在墨西高城堡中 我们一边欣赏着欧洲名画 一边听听曾经欧洲贵族未婚女性的生活趋势 视频开始之前希望你点一个赞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关于德国以及欧洲旅行 美食和博物馆的视频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再次表示非常的感谢 沃里茨公园是一座宫殿式花园建筑群的核心 它坐落在一北河冲击平原上 绵延20公里 靠近德哨 这里是前安哈尔特德哨公园的一部分 位于强大的邻国普鲁士和萨克森之间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各种军队南北迁途的必经之地 然而在这个贫穷的小国 却因为王子而成为启蒙运动的典型城市 它就是莱奥波特三世 弗里德里茨·弗兰茨·弗兰茨·弗·安哈特·德哨 莱奥·弗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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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茨·弗兰·安哈特·德哨 不像自己的父亲和祖父一样是一位军人 而是一位受过全面教育 致力于启蒙哲学的美学家 当他18岁的时候 想和当时的爱人一起移民英国 然而普鲁士国王斐特列不允许他那样做 因此 弗兰茨不得不与 路易斯·冯·弗兰登堡·施韦特公主结婚 履行王子的职责 如果不能在英国生活 弗兰茨王子至少想在自己的国家 感受自由和宽容的精神 这也是按照英国模式进行社会改革的牵决条件 他尤其喜欢意大利的建筑师 安德烈亚·帕拉底奥风格的英国房屋 在他看来 清晰的线条和比例 似乎象征着一种开明的心态 就这样 欧洲大陆上第一座新古典主义建筑 在1773年在沃里茨建成了 这座乡间别墅体现了弗兰茨亲王 与建筑师弗里德里西·威廉·冯·埃尔德·曼斯多夫之间的友谊 也是他们共同前往英国和意大利接受教育的回忆 他们对一个更加美丽和高贵的世界的憧憬 被他们带到了一北河畔 但弗兰茨亲王并不想将这一憧憬只留给自己 他希望尽可能多的臣民 能够受到古代艺术的熏陶 体验到真正的美 他深信这将带来美好的结果 因此每个人从一开始就能参观这座乡间别墅 并对艺术珍品赞叹不已 装饰和城市的协调性精确到了最后一个细节 1769年 在当时29岁的莱奥波特三世 普里德里西 弗朗茨 弗安哈特德少亲王的要求下 按照英国园林的风格布置了 并建造的 旨在代表王子的家族 并于1773年进宫 它被视为德国古典主义的奠基建筑 它以古代和英国建筑 以及安德烈亚 帕拉迪奥的建筑为蓝本 霍里斯公园宫殿 也是巴洛克市快乐宫殿风格 在古典主义新时代的延续 与此同时 英国的亚当市乡村别墅也成为了典范 在英伦三岛 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的风格 尤其是以帕拉迪奥风格为代表的古典主义 早在1720年 七四伟克宅邸的建筑过程中 就已经开始了 并成为了乔治亚时代建筑的特征 宫殿建筑时使用了先进的家具 有铸铁炉 折叠式壁床 上层供水的水泵 冰柜 升降机 甚至是伸缩门 有一些家具 一直到今天 仍可以使用 宫殿和整个公园 在18世纪就已经开始向公众开放 在35年的时间里 普兰茨亲王在乡间别墅周围 修建了一个大型的公园 该公园也向所有的游客开放 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英国以外的园林体验 在这里 法式园林的形式感荡然无存 这里奠定基调的不是人 而是大自然 当然是按照风景化的原则 精心布置的大自然 水天一色 狭长视野 如古典油画般 映入游人的眼帘 历史和现在 同时出现在面前 18世纪中叶花园建筑 与自然的完美结合 乘着木船 在运河里畅游 是认为是最惬意浪漫的 读览方式 公园每年吸引着 一百多万的游客 1769年到1773年间建成 并一直扩建到1813年 它被认为是德国最早的 景观公园之一 也是德国最大的 以英国为摩世蓝本的 景观公园之一 同时该公园还承载着建筑 园艺和农业方面的教育使命 这也是王子设计该公园的目的 一切以人为本 完成对臣民的教育使命 还要有实际的好处 这就是王子设计公园的三大原则 弗兰茨亲王在全国推行农业现代化 他引进了水果经济和许多新品种的水果 他把自己的苗谱成为花园世界中的军械库 回归自然 反谱归真 也是这位亲王哲学家的指导原则 在沃里茨的园林中 你可以通过地外的广袤土地和园林之间 不断变化的景色和视角来体验景致的差异 对于弗朗茨王子和他同时代的人来说 紫山树、阴暗、凉爽的阴影 让人产生名副其实的情绪波动 而在明亮、温暖的阳光下 柔和、愉悦的目光凝视着眼前的罗马众神殿 从光明到阴暗 在精神境界的各个层次之中 各种情绪似乎都得到了升华 在硕大的建筑群中 不仅有我们提到的沃里茨宫殿 还有1773年到1813年间 按照埃尔德·曼斯多夫和建筑总监 格奥尔格·克里斯多夫和斯塞尔的设计图 建造的哥特式住宅 两个立面都是视觉轴线的焦点 这给人种面对两座不同建筑的感觉 而哥特式建筑之中 收藏了瑞士最大的彩色玻璃窗之一 还有弗朗茨亲王的植物学藏品也保存在这里 通过在园林之内的游览 我们可以发现 亲王是一个很喜欢将旅游建文 带回到故乡的人 其中也包括一座叫做石岛的建筑 1788年到1794年间 莱奥波特三世 弗里德里西 弗朗茨坟 安哈尔特德烧亲王 根据计划建造了这块石头 作为他在纳普勒斯湾逗留期间的纪念 这是一座由巨石堆砌而成的人工岛 岛上有岩石走廊 岩洞 日神殿 夜神殿 骨灰塘 露天剧场 以及纪念他与考古学家 火山学家 英国驻纳普勒斯国王宫廷特使 威廷 威廉 会时不时的喷发 而因为整个建筑群保存完好 这里于两千年作为德哨 卧里斯花园王国的一部分 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 游览了这座庞大的公园建筑之后 你是否也对同一世界名录下的其他建筑产生了兴趣呢 那么别忘了关注下一次的视频 我是旅行的巧德 我们下一次旅途再见